今天我出了一個帖子 我生同了10天 生同了10天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人很喜歡每天上榜 每天去量度 方寫自己 今天上榜應該會瘦5磅 瘦10磅 但不是實際的 數字是如何計算的 數字是如何知道自己是正確的 這裡我會講一些我自己的例子 還有一個現在在座 我不開名的同學的例子 我當初 2017年4月中開始生同的時候 中至尾是十多個 我是有瘦的 但你問我是不是真的有瘦 瘦到30磅 我沒有 因為我不是真的有30磅 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瘦了20磅左右 有一集很好笑的 就是我做Youtube Facebook做完之後 在Youtube做完 那些人就在Youtube留言 就說 女王你不要再瘦了 瘦到瘦牙了 這樣 我們現在在說這件事 其實瘦是不會瘦牙的 OK 因為它不會令你瘦牙的結構 但很好笑的 就是說壓太瘦了 明白 那我瘦到 我現在看的照片 是有胸骨的 就是整排的 這樣 走出來的 那我不是想 變得像隻手紋 那樣 我覺得他 他享受自己做的事很好 他喜歡做運動 他喜歡很瘦 但我不是走那個路線 你明白嗎 我不是要練具費 我不是要上台 所以就是我 保持一個正常人士的身形就可以了 那 去年4月 我還很肯定 我去年4月還是很健康的 OK 我以前有些同事 看到我天天穿白色袍 以為我很肥 想找東西遮住 所以穿白色袍 其實因為他不靈性 他不明白 所有做這些靈性 做治療的 都會穿白色袍 有原因的 如果你那天就這樣約我 做普通的討論 那我不會穿白色 我會穿這些衣服 但如果我那天要幫你做 聲音治療 做各式各樣的 extraction 麥涼療 blablabla 我就是會穿白色 白色整身 暗瓦底的稱呼 他是精神病人泡 那為什麼要這樣穿 為什麼所有靈性都會這樣穿 我理解有兩個版本 就是對我好也對你好 那就是對我好 好一個版本就是 你也找你療癒的人 你也不用放他 是沒有事沒有幹 純粹想拿錢來懲罰你 不會的 他一定是有事 各式各樣的病痛 各式各樣的 不論四個層面是肉身 情緒 能量 還是靈性層面有 這些 如果你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深色是怎樣 會吸 所以你排出來的東西 就會被我吃了 我當然不想 我吃完 你以後看不到我 所以我會穿白色 白色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吸到你 這個原因 第二個版本就是 第二個版本就是 如果我做Healing 放墨倫 其實墨倫是光 墨倫本身是頻率 所以我穿著白色的時候 白色是否代表有七種色的光 明白嗎 所以就變成我不會跟你 鬥光 我不會跟你吸光 如果我穿黑色 我拿著一些東西 是要幫你做Healing的時候 那我自己吸光 那你便吸光不完 所以就變成我會穿白色 就是我會reflect 我會反出去 給你去吸收你需要的能量 你見所有做Healing的人 其實都是穿這些衣服的 很正常的 我當時的女同事 就見到我經常穿一些 Football帶走 因為我們的盤腿要成 就以為很肥 我記得 去年吃完 她經常都說 我肥 但她是我的staff 我出糧給她 但現在的打工時很兇 包括現在Tony也很兇 她經常都不交給我 但是 很正 但有一次我約了朋友吃飯 那晚要做升級治療 但我約了朋友吃飯 那我便穿了貼身衣 然後A子裙 自此之後 她便沒有再說過我肥了 因為她發覺 原來側面看 又不是正面看 都是瘦的 那我還記得 有一個我們相識的朋友 就WhatsApp了給阿姊李寶丁 哇!女王今天穿貼身衣 哇!好帥啊! 這樣 她說我不是男人 又不是男人 流鼻血 那些 然後我說 嗯!吃貨 那就是去年四月 短短一年左右 發生什麼事呢? 我上一集都有交代了一點點 其實也說過幾次 不開心 不開心 亂吃東西 所以你明白 我經常都說 四個層次好像有金字塔那樣 咦?有沒有金字塔可以拿出來示範呢? 是沒有的 OK?不要緊 我公司也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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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對你很好的 所以我對我很壞 知道嗎? 然後繼續 對我一直都不理我 要他交入教 好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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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對你們好 總是欺負我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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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有講過 為什麽你情緒失落的時候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會想吃甜的東西 是有的解的 OK? 你可能問你的家庭醫生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然後你問你的原理師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除非他聽過我的節目 其實是和你身體的reward system有關的 即是你那個獎賞機制 OK? 我現在不是說你那些credit card的獎賞機制 我講你自己內部的獎賞機制 OK? 你會發覺 你想吃的東西 就是你小時候 讀書厲害 被爹地媽咪讚 或者你哭完之後 爹地媽咪帶你去吃的東西 就是你今時今日 作為一個大人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失落的時候 你壓力很大 剛剛被老闆插完之後 你就會想吃的東西 OK? 所以情緒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 我不知道生同有什麽好處 我可以講幾年 你想想 我怎會不知道呢 還有我生同這方面的專業資格 我想香港是沒有人有的 那我不是不知道 左腦的知識 我絕對知道生同很好 又延悶壞腦 預防癌病 然後又可以幫助身體健康 躲下發炎 睡得好 你講的 最多的好處 但是 沒有辦法 當你在那個很低層的情緒 很不開心的時候 去年的這個時候 開始 那我就 吃 但我不是吃糖的 我不是吃甜的 我是吃我喜歡吃的 即是所謂的 Comfort fruit Reward system 這個東西 就是添加我們的 Comfort fruit 而這個東西 是添加我們童年記憶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那些 W調轉 什麼門 那些餐廳 為什麼會從小到大 不斷地出廣告給我們看 然後咬下去有很多汁 拍到廣告很漂亮 就是因為它要你從小到大 當你從小到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成為了你的Reward 即成為這個部分 你試一下你潮州人 你不開心的時候 壓力大 你給老闆炒完之後 你想吃的可能 就會是魚蛋粉 明白嗎 而呢 外國的小朋友 大過了 他給老闆插完之後 一到到的打工仔 就給老闆插 他會想吃什麼 他未必會想吃魚蛋粉 他會想吃Mac and Cheese 你看不到 OK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我們的父母 會讓我們吃魚蛋粉 Mac and Cheese 如果我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 在我不開心的時候 是帶我去吃和牛 和吞拿魚腩 那不是多好嗎 我經常都說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吞拿魚腩和和牛 會這麼貴呢 小 小代表什麼呢 其實脂肪是很難得到的 脂肪很難得到 所以這麼貴 明白嗎 而一條這麼大條的吞拿魚 如果市場圈染 不是讓你相信你要吃獸 那獸要怎麼買呢 請問 牛油貴不貴 牛油當然貴 牛油當初就是因為 戰亂期間 OK 沒有辦法供給給軍隊 有這麼多天然的牛油 所以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是一個荷蘭的科學家 就是把植物油打輕氣 然後高速轉動 出來就比較白色 白色也不說服你 你明白嗎 所以它就會加顏色 那我就跟你說 這叫植物牛油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是Franken Food 根本是科學掛人的食物 因為它不是天然的食物 你聽著 真正的食物是沒有成分的 OK Real food has no ingredients Real food is the ingredient OK 真正的食物是沒有成分的 因為真正的食物就是成分 明白嗎 我想問你 你放一塊牛排在你面前 它是什麼成分 它沒有成分的 跑就跑 明白嗎 如果你看到那個所謂的 涼心素肉 你看到裡面有一堆 一定是讀chemistry才能看得懂的人 的東西 在裡面 即是裡面有一些什麼 色素 因為它要調到色似肉 OK 因為你看到它白蘭小的青BB 你不會想吃 那又要為了市場 加色素 加一些防腐劑 是嗎 所有食物 如果可以放在架裡 可以放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要吃 很簡單 吃那些 它很快會壞的東西 即是阿姐我的金句就是 那一碟東西 OK 越肥呢 你就越瘦 那一碟東西 越短命呢 你就越長命 明白嗎 其實很容易 那好啦 我今天呢 我發了出來的磅數那裡 OK 我發出來的磅數那裡 我先打開一下 生肚了十天 那我十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生肚了 我生肚了 我得起心肝了 那今次我想告訴你 也有很多人 包括布丁那些 都是說 你生不回了 你入不回了 又是說這些 然後大家都忘了 我是太陽論主導 太陽論的人是怎樣 我講一個代表人物給你聽 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是太陽論主導的 那是怎樣 就是 講到做到 他是美國歷史上 就是世界 OK 少有的政客 是說要做那件事 參選期間說要做那件事 是當選之後真的履行的 OK 因為太陽論的人就是這樣 是要做 他就要做 而這種人又怎樣呢 就是秒著的 如果他覺得 你對他不公平 他一定會跟你死過 很簡單 你對他不公平 他不會忍了他 他一定跟你死過 我是太陽論主導的人 所以我很清楚 而太陽論主導的人 亦都是會怎樣呢 就是 他這一生人會經歷很多的不公義 所以他會很有正義感 他會經受很多的不公平對待 所以他會很棍振 OK 就不會呢 我有些朋友 家裡有很多水晶 他會知道我對水晶在行 他會知道我對水晶熟悉 可以做淨化 可以做很多東西 檢查水晶的能量水平 那些 就會想 有意無意地想佔你便宜 是的 這些時候 我就說 OK 做一個朋友 我可以 比如說 收你便宜一點 或者送點東西給你 這樣 但如果你打算 請問你拿入黃牙指頭 OK 所有人在這個世界 我們連呼吸都有成本 大家留意這件事 因為你要能夠呼吸 你必須要生活 你必須要生存 而你的生存 其實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耗用資源 都需要錢 所以 錢這個blockage 也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但今天 你真的不管我說什麼 你真的不斷問自己想問的 我都覺得很尊重你的堅持 好吧 我待會回答你 好嗎 其實你問這些問題 我之前都回答過 你明白嗎 不過算了 不要緊 你們好像都沒有聽過 我照樣回答 OK 所以 我不會吃一些有很多防腐劑的東西 你不會吃一些妖聯荷爾蒙的東西 早兩天 有一個很精靜的客人 他上來 我第一次見他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 跟他有對話 他原來之前 就放了一份 查密林的表 你知道我有一部機 讓你查密林嗎 你放下了 按了 按完之後 分數全部都很低 正常香港人 個個都是很低分的 有原因的 我經常問你們 你對上一次 清理自己的能量層是什麼時候 沒有 沒有人做過這件事的 但你每晚回家都會 落妝洗臉 洗澡擦牙 但是 你的能量層就不清了 我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更神奇 就是我們的教育制度 你可以令到人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吃那一碟 裡面有什麼 然後 情緒怎樣轉化 不是抑壓 是轉化 為什麼不教這些東西 搞到那麼多人被自殺 是真的自殺 因為不開心才可以自殺 為什麼教育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教這些東西 請問 這位太太 我沒有問 其實是水素 我想五十多歲 她就拿著麥倫表 捉住我 她那天來做聲音治療 她全時都沒什麼聲音 做聲音治療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做呼吸法 那星期日的 我一定要做呼吸法 因為那天是太陽日的日子 你看看日本的星期幾 她是寫日耀、月耀 水、木、金、土 為什麼會這樣分呢 其實就是因為 每一天有一個 叫做當直的行星 所以我們針對太陽輪 即你內在的太陽 我們選擇星期日 因為星期日就是日耀 而我的銅鑼 我有一個是日耀 即是新鋼 它的頻率就是對太陽的頻率 我們做完聖心治療之後 大家做一個呼吸法 大家應該做瑜伽後 大家應該做瑜伽後 說什麼 她不太能做到 她也不太有反應 她不太出聲 然後你講話 她又沒什麼反應 不知道她聽不懂得明白 之後出到外面 說了很久 通常大家都有對答 她又沒什麼 又不知道她想什麼 之後她就拿著上次的東西 她想檢查什麼 檢查什麼主導默論 什麼默論是光明面 什麼默論是黑暗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們之前 我想你們不是很熟悉的 就是講頻率 我甚至 我之前有提過一點點 但我不是講到仔細 其實你每一個情緒 就是有一個頻率 其實是可以檢查到的 不是電腦檢查 就是我檢查 我檢查出來 她的頻率就是 是憤怒的頻率 我先開開 我讀給大家聽 有問題問就問 你喜歡問什麼都可以 合圖的問什麼都可以 沒所謂 我待會回答你 Anger的頻率是150 我沒有見我是真人 我檢查了我 Anger 我忘記了是默論主導 然後有多少個是黑暗面 多少個是光明面 遇事者 給了她 那天終於開箱 問我 你是不是會再解釋給我聽 這樣 你是不是會再解釋給我聽 那你想知道什麼 你問 你看到我本人 你便問我 之前 黃同學 經常欺負我 黃同學 已經解釋了一次 但如果你還有問題 你便問我 沒所謂 然後她便問 我便問 你告訴我 你的關心是什麼 這一個 我想說是大部分 想來檢查默論的人 都令到我頭痛的地方 亦都是黃同學 被我捉了一億次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要我講默論 我告訴你 我講了更久 我可以講很多很多年 就算我每天講 我都可以講很多很多年的 默論 默論 不是你上網搜尋的資料 那麼簡單 其實 我便說過 它影響你的人生際遇 它影響你的量性關係 它影響你做什麼行業 影響你的心境 影響你的健康 影響你的情緒 影響所有東西 所以我可以講幾多年都可以 但是 那些人上來 查默論 我先不講外面 其他地方可能收到600元 查一次 才不講外面 我們那裡基本上都不收錢 你有沒有人出來查都可以 但問題 你都要告訴我 你關心 你的關心 你的關心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講的話 那我怎麼解釋給你聽 你明白嗎 即是你告訴我 我是想關心我的健康 我覺得我自己 好像經常心矮 或者我 經常胃痛 我有子宮肌瘤 好 我們就檢查分數出來 或者你說 我做事很不順利 我常常 有些事想說 但我講不到 我常常鑽牛角尖 那些人覺得我偏激 或者覺得我 默默讀讀 對什麼都沒什麼反應 我好像對人生失去了 這個衝勁 blablabla 你明白嗎 即是你有一個 你關心的事情 我才能回答你 即是你想想 我強於黃大仙 你走黃大仙求簽 那你都要求自身 還是 因緣還是事業 還是什麼 我都要給你一個範圍 你明白嗎 好了 那首先 我講講她 她的成績就是 她 她 我看她 之前的章 就說她心口矮 那查出來 她的心論是最高分的 那你說 她不是高分好的嗎 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她是黑暗面的高分 就是 她是一個作惡的狀態 你明白嗎 她是一個又有錢 又權 又勢 又作惡的 是一個流氓 你明白嗎 但如果 她黑暗面的時候 她低分 反而就像 鄰近地區 1967年的時候 她們很窮 但她們是很低調 雖然你幫忙 但你看到現在 那個國家 那個政權裡面的人 就不同了 有錢就兇了 哈哈巴巴巴 周圍就跟你說 如果你不跟她的方法 你不認同她的價值觀 那她就不給你生意做 你明白嗎 你想像一下 黑暗面的時候 就像現在的鄰近地區的土豪 對 而她光明面的時候 就像她以前窮的時候 很低調 很堪 很謙卑 很謙卑 那種態度 明白嗎 即是 每一個木輪 有她自己掌管 主導的東西 但她光明的時候 她就散發所有的優點出來 我講喉嚨做例子 就是你講的說話 很多人聽 很多人被你說服 你講的說話 很有份量 你很能夠 武動人心 鼓動人心 你講的說話 很能夠 鼓勵到別人 還有 例如你想銷售東西 你會銷售到 別人會相信你 你講的說話很有份量 得到別人的信任 但如果你進入了黑暗面的時候 說什麼 錯什麼 你留意有個名嘴 以前說話 她現在也是 分析得很好 很有道理 全部錯了 然後成為了明燈 就是這樣 當你進入了黑暗面的時候 就會這樣 變成明燈 說什麼 偷偷試到 分析得到 但全部錯了 又或者你講出來的說話 全部變成是非 被人扭曲 被人屈 明明你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捲入很多是非 別人又說你這樣說 其實你又不是這樣說 那些 你明白嗎 所以每一個麥麟都有去光明 黑暗的時候 Anyway 她就說她心口矮 上次看她的分數 哇 深輪黑暗面很高分 然後今次查 我沒記錯 她上次的深輪黑暗面是60分 今次的深輪去光明面是20分 但她好像聽不明白 她就說 蛤 低分了 那妳的深藝是否好了 她說 那又是 那又是 那妳是否想很高分 她說 深輪去到90分 但黑暗面 這分鐘心臟病發 這分鐘不知 心肌肯定失 你明白嗎 但低分 黑暗面 不要緊的 如果去光明面的時候 你才要她高分 你明白嗎 如果那個人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你老公 這樣算 她喝醉酒 瘋子的時候 你想不想她拿著把刀 你不想 但如果有賊入屋 她不是應該要拿著把刀 或者在智慧 你明不明白我想說什麼 所以 她是光明還是黑暗 跟她的分數有直接的關係 好了 然後 她上次查出來 她的憑慮是憤怒的 我問她 你憤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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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很多 家人 那些 然後 我問她 老老實實 你現在用哪些東西 例如麥倫水樽 你用什麼 她就數了 有這個 有這個 她說 不過我沒有用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用 她說 水很髒 我說 水很髒 就要洗 她說 家人用完之後 又不洗 就這樣放在這裡 然後 要我洗 我洗完之後 他們又是用完 又是放在這裡 聽不懂 沒有喊 然後 在座 還有六個客人 他們都忍不住 大家一起反眼 我想說很棒 因為她看著我 其他人在她後面一起反 我忍笑得很辛苦 就是 你想喝水 你就洗個壺 跟誰用過沒有關係 明白嗎 就是 A用過放在這裡 不洗 B用過放在這裡 不洗 沒有問題 他們不覺得有問題 你覺得有問題 那你就去解決個問題 你因為 你不想幫他們洗個水壺 所以你自己也不喝水 跟著就不喝水 跟著又不能用水 去放在墨倫水瓶裡 所以墨倫掉了 我先不說人家計不計較 就是我不說道德判斷的東西 OK 但是 那我要用的 是嗎 你不洗你就不要洗 我管你不洗 那我要用 如果你真的這麼介意 你就自己買一個水壺 自己鎖起去 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你會有那麼多憤怒 那麼多憤怒 原來是因為這些 不只是水壺 原來包括 餐具 他都說是這樣的 即是 他們煮完東西就放在這裡 那你就由他放 那你就由他放 你自己有1隻 也有那句 你就把他鎖起來 沒所謂 為什麼你會這麼受別人的影響 那這些就是憤怒 你想像一下 一個家人 比如媽媽也好 或者太太也好 經常都因為你 我知道很多女人都是這樣 就是 因為你沒有洗到一個碗 或者沒有洗到一個水煲 水壺 然後天天在喵喵喵 然後在那裡 你明白嗎 憤憤不平 然後你都可以查出來 他的那麼多憤怒 那個頻率在憤怒 那你想一下 你怎麼跟他相處 你明白嗎 影響你相處 影響你人際關係 還有你要說靈性層面 我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你的頻率是Anger 那因為鏡子法則的原因 Law of Mirror 那你就會不斷地 在你現實生活裡面 遇到更加多 令到你Anger 令到你充滿Anger 令到你憤怒的東西 其實 後來他們 吸引力法則就改了名 Law of Attraction 其實是Law of Mirror 本身 就是把你的頻率 影照在外面 外間的環境 人事物 是會跟你的頻率對應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說 做靈性工作的時候 我們做清理 我們是clear 清理那個人的阻塞 靈性層面的阻塞 能量層面的阻塞 情緒層面的阻塞 肉身的阻塞 Sorry 我幫不了你清 那你要做什麼呢 做運動 剛才那位客人 真的很介意 水壺被家人用了 不用的那個 他的頻道 也不是說他Anger 150 他就問他 他的Concern 就是說 他人很累 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生痛 沒有 生不到 然後馬上給你答案 給理由 他就說 他怕吃這麼多肉 然後我們在座 還有其他人 六個客人 加我和Tony 我們就說 啊? 心童不想吃很多肉 心童吃齋 也可以 然後他就說 肉是很好 肉是你身體所需要的東西 然後馬上扭一扭 他就說 不是的 我都吃很多肉 然後又來了 然後 他就說 我不想吃這麼多荷爾蒙 就變了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今天吃了什麼 他就說 我今天喝了杏仁豆漿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這個時候就是 我的反額就是 我們的教育制度 對 是不是由 五幾六幾年 已經錯到現在 教育制度 為什麼你會覺得 肉是影響你的荷爾蒙 但是 豆漿不是 這件事真的令我非常困惑 你明白嗎? 豆漿 大豆異王童 你沒有聽過嗎? Fetal estrogen 對 荷爾蒙藥都是用大豆做的 補充女性荷爾蒙那些 OK 我真的救命 你知道嗎? 聽到我呢? 我就是 黑人問號的朋友 OK 所以呢 大家 這個頻率是騙不到人的 這個頻率在哪裡是騙不到人的 而我自己 就算我知道 生酮多好 不生酮多糟糕也好 過去一年不開心 情緒都影響了 生不得了 那我 選擇來的 那現在就算數了 我現在算數 就如我上一集所說 就是看我變 看我受給你看 那我跟一個女性朋友 她現在已經是養良身材正 OK 我們約定了 會是九月的時候 拍一輯漂亮的照片 那輯漂亮的照片 就是 不是穿很多衣服的 那些 那我們呢 就私底下 當然會保留一大堆 不是很給大家看的照片 OK 但是呢 給大家看得的 都會有些的 OK 那我呢 就 so far 我瘦了的磅數 給大家聽 啊 看看 先 OK OK 所以 十日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磅數跌了2kg 那2kg 就是4.4磅 是不是 好了 跟著呢 就 體脂少了0.6% OK 好了 內脂跌了0.5% 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我所說的 是 是 體脂少了0.6% 這個需要少時間解釋 內脂跌了0.5% 內脂呢 我自己最低的時候是2.5% 那 2呢 我聽過有人再少一點就是2% 內脂得2% 那是一個護士姐姐來的 她說她瘦到搶走位 太瘦了 是我的搶走位 那所以要吃一點點碳水化合物 那我都說 我最初做的那些研究 那些人是問我怎麼熟的 但是她後期的那些研究 就是我不說是那些什麼靈性啊 跟著能量層面 情緒的那些研究 我說是真的針對肉身層面那些 他們是說 我太熟 我現在剩下46kg 我好害怕 你可以不可以教我怎麼可以肥一點 在食物方面調配 而我想說的就是 10天之前 我的內脂是6.5% 6.5%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對我來說是很高的 內脂是包住你內臟的脂肪 which 是危險的 因為其實內脂是你的 我們叫做insulin resistance 即是胰島素阻礦的指標 那這就是胰島素阻礦呢 跟什麼有關呢 就是跟很多東西有關的 胰島素高企 即胰島素阻礦 那會怎樣呢 它會令到你發炎 它會令到你儲存脂肪 那我讀給大家聽 就是The Gary Scientist 即是Geritope 大家都猜都是他 那就是 Insulin is not a nice hormone insulin is a fat storage hormone insulin is a tumor growth hormone insulin is an inflammation hormone low carb intake keeps insulin down 翻譯了 胰島素不是一個正的荷爾蒙 胰島素是一個脂肪儲存的荷爾蒙 胰島素是一個腫瘤生長的荷爾蒙 胰島素是一個發炎的荷爾蒙 低碳飲食能夠保持胰島素在低位 可以嗎? 所以當你看到內脂水平高的時候 其實你就知道是胰島素阻礦的指標 而胰島素阻礦除了是草脂肪 有些人就是天生手底 你真是催不著 他怎麼吃都不肥 那這些人是不是就不用生酮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對生酮的料理就太片面了 因為你剛才也聽到 胰島素高企 其實他可以不肥 但他可以什麼? 有發發炎 有發發炎 心血管疾病是發炎 糖尿病是發炎 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糖尿病人 大家聽過要鋸腳嗎? 整隻腳要鋸掉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是鋸肩膀 手肘這些位置 為什麼會鋸腳呢? 因為糖尿病 為什麼在腳不在上面呢? 因為地心吸力而已 脆了在下面 正如尿酸也在腳關節上 也不在肩膀上 但是尿酸我之前說過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之前一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糖尿病人 要鋸腳呢? 發炎那隻腳 會爛 那你聯想到糖和發炎的關係嗎? 你身體越多糖 你越發得嚴多 你越多糖 你會老化得越快 因為你的身體要消耗轉化糖 在過程中產生大量的游離肌 試過有個護士 想和我辯論這件事 他就說 你們知不知道 靠M3Q10是什麼都產生的 他就想拋到大家 我便說是膽固醇 然後他就打了一個突 然後 這個位置成性追擊 我 太陽能主動 所以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們要吃膽固醇 不過 算了 你們喜歡 都是這一句 然後 他就說 生動只可以短時間 不可以長 因為如果生動長 大家太健康了 真的會影響很多人的就業 影響很多人的荷包 我自己生動了十天 是嗎 你看到我皮膚的變化 我自己看得到 很可怕 就是這樣 看來是白面鬼 沒錯 我的白就不是只有臉白 你看到我的手臂 都很可怕 看到嗎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不作為一個農民 我這時間 不是日出而再日入儀式 我不是的 我是美國時間 我讀書讀到早上七八點 凌晨 早上 其實 你們起床上班 我就準備差不多要睡覺了 然後 我中間就會 嚇醒 因為我會醒 黃同學 今天又會不會 有千百萬個理由 不能上班 我又要回去 明明睡了三個小時 很難睡 OK Anyway 那我們再講一講 我明知道 生徒很好 讀過了 很清楚 但是 情緒崩潰的時候 我需要安慰 我需要慰藉 我不會去酒吧 喝酒 然後隨便找個不知什麼人 我絕對不會做這些事情 那 這個 肉結冰青的我 那我就會找了 焗豬扒飯 還有 糖醋麵 還有 鮮護鮮 黃金糕 那時候是這樣的 我喜歡吃些煙韌的東西 也老實說 就是 是 心酮做不到這件事 心酮的食物 做不到煙韌的效果 如果我做到就不得了 讓我研究一下 Anyway 我們繼續說 所以我發覺我身邊有幾個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當他壓力大到爆飆的時候 就亂吃 就不理了 亂吃 吃什麼都不理 總之亂吃 因為不開心 因為他需要那個東西去幫他減壓 因為他身體其實是一個circuit 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你形成了一個短路系統 就是當你去到那個位的時候 他就會召喚這件事 就是物極必反的東西 就是當你被你的情緒彈到那邊的時候 他就要召喚你去吃那些舒適食物 那舒適食物就是你小時候吃的東西 OK 好嗎 好 繼續說 那 那10天內脂由6.5到6 那體脂少了0.6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聽0.6也很少 但是呢 我告訴你 我換算出來 其實是13000卡路里 13000卡路里 是我在說 我失去的磅數裡面 85%是脂肪 那15%呢 可以是水分 因為我肌肉量是沒有減少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試一下 是吃少一點東西 我不是叫你節食 即是傳統的節食 不是斷食 其實我說錯了 不是斷食 而是你吃少一點的話 你可能10天之後你都會瘦了 但是你看看分佈 就是很大的關鍵 分佈就是你可能會流失了脂肪 脂圓 是流失更多的水分 和肌肉 OK 你的身體會沒有選擇 三樣東西一起瓦解 一起Break down OK 但是呢 如果你生酮是生得正確的話 你就會像我的Case那樣 是八成半 Break down的是脂肪 剩下的少許是水分 那你怎樣教到這樣 所以我呢 在Post Portal 我也有說 我就說我沒有了這萬三卡路里 而亞洲女性普遍每天 叫做基礎代謝率 是1200至1500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是很活躍的 即是你做運動 你走很多路 比較有體能運動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1500 但是一般人可能1200 甚至可能會再低一點 師傅年紀和肌肉量 OK 男女是1500至2000 而我這10天裡面 沒有了脂肪 OK 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你可能會覺得很好的 就是1磅脂肪 是3500卡路里 OK 那我沒有了0.6 換算是13000卡路里 13000你除1200至1500 其實我沒有了 我10天裡面 是沒有了一個女生 9至11天 每天的每天所需 我還想說到什麼 這10天裡面 我做了1天運動 然後我就已經 肌肉痛了 我不動了 等我痛了 再痛 我這個月 我就會慢慢做運動 慢慢 因為老實說 現在心肺功能很差 肌肉流失了很多 所以我不想一來 令自己爆氣 我上次做了一堂TRX 你知道什麼叫TRX 就是拔著帶子的 最後一段 我印象深刻 因為太痛苦了 就是 我說錯了上次 跟客人說錯了 其實你前面兩隻手在地下 就是做掌上壓的 但是你用TRX的帶子 一隻腳圈著 在後腳上 就是你的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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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樣撐著地下 你其餘整身就是 靈空的 你有一隻腳這樣 就是這樣 握著手帶在上面 拉著你 OK 另一隻腳 就要你一直做掌上壓 一直把一隻膝蓋抵上去 你的腳底 啊 可惜的話 你會玩我 你不是覺得我有力嗎 真的 我已經被你折磨了我九個字 做掌上已經震了 你還要我 基本上等於單腳 黏馬筋 你不要怨我 現在就要慢慢給自己 適應 練力 我跟我的美女朋友 就從7月開始 我們就會很靠地 去做一些亡命的訓練 OK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 想九月 我說遲些 九月 我打算三個月時間去訓練和生童 我想給你們看一下 真的生童三個月 和加些運動 會發生什麼事 我純生童三個月都可以的 都會受到 可能受到三額的 但我想加些運動 因為我想 很漂亮的線條 OK 生童一定會瘦 還有一定不會鬆的 皮 但是呢 我為什麼想再做運動 就是因為我想 很明顯的 玲瓏曲線 OK 所以大家 認識我的朋友 不要約我吃飯 等我九月先 好嗎 給我一點時間 OK 這樣呢 而呢 這個教法就是 我想說 你們生童為什麼 要想清楚 你的生童到底是為了 啊 我想呢 減肥 是一個目標 OK 還是我想 改善慢症病 還是我想預防衰老 OK 還是我想有些嚴症 可能是慢症病 可能不是慢症病 總之 我有些發炎的狀態 我想要處理一下 是不同的做法來的 吃的食物的比例 和比重 會不同的 好了 我現在回復 回復 Chiffin Wong的問題 OK 就是 合桃 是不是可以放很久 它是長命還是短命 啊 哥仔 其實合桃 不會是放得很久 OK 合桃是會益的 你有沒有吃過益了的合桃 油脂變壞了 它不會是長命 長命是說罐頭 OK 急凍 你零下腹 六十度八十度 那些很厲害的雪櫃 那些都是肉 可以急凍 那些當然可以解用之後吃飯 OK 但是堅果類絕對不會是長命的 因為它會益的 所以為什麼 那些商人不想你吃牛油 不想你吃椰子牛 因為它難拿到 牛油就貴了 你想想你拿一桶牛奶出來 它都是表面一層 那些油脂 那些就是牛油 牛油沒有成份 一牛油就是牛油 就是牛奶裡面的油脂 因為很難得到 很多牛奶 只有少少牛油 所以為什麼你去到外國 你到處都會看到 有這些牛奶廣告呢 你知道牛奶商在美國有lobbyist 有請一些稅客去遊走白宮 就是華盛頓 就是去說服裡面的參議員 去支持他們的法案 其實很有錢的 我們現在說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出來 就告訴你 要喝牛奶啊 然後不可以生酮啊 不可以不可以農 因為你要明白 其實你對抗那個利益太大了 你現在正在影響的 是說如果所有人都生酮 第一 你整個經濟結構會不同了 第二就是 其實真的生產不到那麼多脂肪出來 因為脂肪不是說 你整條吞拿魚 難道你的瘦肉扔掉它嗎 那你就會找些傻子吃掉它 吞拿魚瘦肉不是不好吃的 是好吃的 但是一放燒了的吞拿魚腩 進口就覺得 我的人生變了 你會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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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三文魚椒是非常喜歡的 這都是油脂多的東西 你想想 你覺得你吃和牛好吃一點 A5 譬如這個 左賀和牛 神戶和牛 A5 你放進口 嘩 油香 化開 好吃一點 還是你吃 耕田的和牛好吃一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我試過的 OK 你自己想想 為什麼 吞拿魚腩貴過赤身 為什麼 和牛 A5 會貴過普通牛肉 那麼多 因為脂肪很難得 難道你們全部都要吃肥的時候 瘦的無理會扔掉它 所以會有很多宣傳攻勢 令你們相信瘦才肥不好 明白嗎 明白嗎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吃的方法也很坦白 我過這10天 我其實並沒有說很嚴格 所有執障的食物都會飛 當然媽媽是媽媽 你不會吃糖醋排骨 菇撈肉 你不會吃那些 你知道了 但你問我 我會不會 嘩 即是 所有 例如我吃串燒 我只吃鹽燒 我不吃汁燒 我坐在那裡很傻 我不知道前日 還是早幾天才吃了 日本串燒 它燒雞肝是汁燒的 有汁的有我照吃的 好像我可以吃到的滷味 你會說 滷水汁有糖的 你不要管 阿姐我都瘦到10磅 不是10磅 2kg 的8乘5裡面是純脂肪 這才是個重點 這要令到你的身體燃燒脂肪 不要燃燒糖 你不斷吃糖 不斷燃燒糖 你不是傻子 你不是玩自己 但當你真的生酮的時候 你的身體 呼吸也是在燒脂肪 你不用跑步嗎 即是 剛好 謝謝你 做了我的皮膚 我自己都覺得 生酮就馬上來了 馬上見到 對 然後 吃了很多年 Anthony 你不要對自己 好嗎 然後 就 Oh Chiefen Lawyer 問生酮是否要跑步 那師傅你用來做什麼 如果你說你跑步 你用來燃燒脂肪 就叫你節省 你做Tabata 或者做HIT 即是HIIT 或者你做 你做任何 令到你 要負重的運動 其實都是 心肺功能運動 我告訴你 真的 即是 你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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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做這個 心蹲 即是Squad 不斷蹲 你知道亞洲女性 是否沒有屁股的 不斷蹲 不斷蹲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蹲了20下之後 你的心跳都快不快 一定快的 小雞跑步 是嗎 我跑步還會流失肌肉 老實說 如果你跑得多的話 即是馬拉松那些 你見到手要踩 但是我Squad 我不斷地Squad 我屁股會撩起 圓滑滑很漂亮 大腿會撩起 但我同樣 一樣有鍛鍊心肺功能的效果 而且你試一下去做Body Pump 那條鐵 再加鐵餅 然後不斷蹲 做到 不斷看著鐘 九鐘 我想死 即是 沒有的 一樣 心跳到 跳到 跳到彈出來 所以 如果你是為了小雞去跑步的話 是絕對不能再7分的 這件事 但如果你說不是 那我呢 你也知道 我是手足來的 那我要跑快一點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解的 所以我要練跑步 那你什麼時候去練 幫你計時 沒有問題 所以你要看清楚 正如我都說生痛都是 這是預防慢性病 預防癌病 預防癌病 的吃法 跟你想減肥的吃法不同 跟你想 令皮膚好一點 譬如老人癡癌症 是不是應該要生痛 絕對要 Dr.Mary Newport 她的先生本身就是 已經癡癌了 很嚴重 重到癡癌 她就是 吃椰子油 椰子油 會令到腦 令到身體 腦有能力 從身體產生的 Ketones 就是同體 她老公之後 reverse 了很多 是不是完全正常 我不肯定 但是 是好很多 是medically 都是 醫學的監測 他都是 好很多 所以 你問我 你看到 大西洋 太平洋 島嶼上面的 女性 皮膚是深色的 可能是啡色 或是黑色 深色 膚色 但是 她們很年輕 為什麼 你知道太平洋 太平洋 大西洋 很難讀 那些島嶼上面 有很多椰子 她們在說 她們是 Takei Lau 和另一個島嶼 那兩個島嶼做過Research 就是 飽和脂肪的比例佔她們的飲食 是五六七成 很恐怖 你可以說她是Keto的 只不過她們也有澱粉 她們也有澱粉 她們吃的好像 沙葛 這是不是沙葛 這是什麼 薯仔的一種 她有吃的 但是 因為脂肪比例高 皮膚也會好 我一向都多脂肪的 老實說 我一向 因為有人反本 太陽倫主導的人是反本的 是不按牌 張出牌 是不是這麼說 然後 不守規矩 顛覆傳統 我不是說 我拿自己和特朗普類比 但你見到她那種 有多顛覆傳統 以前八公月出聲明 很認真 但她不斷的tweet 不斷tweet tweet到不夠 然後 說話很火爆 而且你見到她不斷說話 是很大爭議性 還有那些人是有理沒理 要是很喜歡 要是很討厭她 太陽倫主導的人是這樣的 即是你不要幻想自己是蘋果 你不是蘋果 你不會得到大家共同的喜愛 即是你很難聽到人很討厭蘋果 太陽倫主導的人是甚麼 是芫荽 我經常說自己是一棵芫荽 你一天是很喜歡 喜歡到 麻煩你給我一碗 或者打火鍋那些 我的朋友已經知道了 和我不定三碗過來 加生蒜加醬油 真棒 然後還有一間 還有一間拉麵 已經吃到熟了 酒拉麵 但是呢 哇 加芫荽再加芫荽 一碗 一碗 整碗拿出來就會掉 OK 但有些人是憎芫荽 憎到瘋 嗅到瘋 嗅到味道都不行 一吃下去就覺得好像洗潔精 就是這樣 太陽倫主導的人就是芫荽 要是喜歡你 要是很討厭你 要是很兩極化 而你這世人一定是超多是非 超多人攻擊你 靈性神已經透過幾句了 其實我們所有人 我們叫做life beings 就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光體 未投胎進來這個身體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 跟我們今生人合同 誰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會遇到什麼人 我們會遇到什麼人 我們會有什麼經歷 其實我們都會同意 你不同意 你落不來 你落不來 為什麼我用落這個字呢 是因為在頂輪灌進去 然後整個靈色 整個靈色在身體內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 都是在頂輪走 所以對於頂輪主導的人 我經常都會說 你要保重 我還想見到你 你不要死 所以頂輪主導的人 就要帶多些黑色的石 幫助他連接地氣 還有紅色 紅色就是底輪 黑色就是底輪 而我是太陽輪主導 太陽輪就是黃色 太陽輪主導的人 會直接沖喉輪 記不記得呢 我跟大家說過 我從小到大 小時候 整個喉嚨發炎 醫生想做什麼 就是想割舉了我鼻桃線 是不是 好了 然後呢 耳朵也有事 耳朵很敏感 小小聲都不可以 然後呢 就去到鼻了 整天流鼻血 流到呢 醫生又說要做手術 不知道為什麼要電過鼻 我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媽媽很害怕 我半夜三間 會流血不止死了 然後 小時候試過 有幾次的音樂節 是缺席的 因為喉嚨發炎 然後 我沒有割到扁桃線 也沒有電到鼻 不管 幸好 大大一下呢 就去到甲狀腺的問題 甲狀腺呢 我現在也有 我喝口水給大家看 看到嗎 我不是吃西藥好 我吃中藥好 我會不會回哄的 他還在那裡 但是呢 我甲狀腺數的指標 什麼 3t3 3t4 然後 gsh 那些全部都正常回來了 那 那 但是他還有一點點在那裡 那醫生後來過了生 不要再問我了 他1921年出生 所以他不會還在那裡 然後呢 頸痛 頸圈 頸症 太陽輪主導直衝後輪 所以後輪一定弱 頂輪主導直衝底輪 布甸不是一個很細族的人 雖然他是一個工程師 很明顯他很聰明 要買樓啊 投資什麼啊 要賺很多錢啊 穿什麼名牌啊 不細族的 頸輪主導的人是不細族的 而頸輪主導的人是很細族的 很多時候會以一些很實際的東西 很利益為他的道向 我不是道德審判你的 你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要平衡 要令到我們的脈輪高分 因為你的脈輪高分 你才不是一個很低的 生存模式 明白嗎 就是我要求生 我不死得了 我要求生 我要求生 那你爺爺都在想求生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足夠的能力去做顯化 即我們叫做manifestation 把所有能力都飽滿了 那你才能夠去顯化你想要的夢想 你的生活 所以我經常都說 吸引力法則 即是鏡子法則 是真的 但你很多時候是錯了 說真的 他寫一本書 他肯定不會都寫出來 就算他知道了 就是你首先要清空自己 你變得很空靈 你的頻率才可以提升 提升頻率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不要說他不洗這個鍋 所以我就不喝水 麻煩你自己的水 你自己洗自己針 是嗎 就是為自己人生負責 我經常這樣說 你不要說 我想吃東西 人家不買給我吃 我就不吃 那你應該餓死了 明白嗎 小妹妹 你叫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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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 這樣就 我想說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嚇死人 我是一個朋友 森林主導的 女性不開名 她呢 很經典的例子 我在想 我怎麼都說 她是美女 嫁了一個老公 她後來 她老公就 跟銀行貸款了 他們就開了生意 現在她老公就不太想理會 覺得很辛苦 我老婆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這樣 很粗心地做 但你要記住 心能主導的人 是不會辛苦的 很多的阿太 即有錢太 其實是心能主導 你留意心能主導的人 是怎樣 其實是開聲 等一下三點半文化 門桌接我 那些 明白嗎 然後要什麼手袋 銷子打電話 好啊 幫我留一個 好啊 好啊 五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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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老公給你 即是那些 明白嗎 但是不是啊 我也是心能主導的人 我不是這樣 分數問題 OK 好了 這個女子 她本身 我朋友來的 她本身頻率不是很高 她本身心論也不高分 但是呢 她很奇怪 她真的不是那種 就是說 你有你講 她有她繼續 做回她做的事 然後覺得呢 別人要為她的人生負責 不是 她真的很積極 很主動 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她就是 聽你講完之後 她就明白 她立刻做 而呢 她是怎樣呢 她不是 其實她不是那些 有錢上司公司老闆的太太 她不是一個阿太來的 但是呢 她可以實期到怎樣 我們最近才知道 我已經呆了 你才知道 她說 她開了一間店 每天都是 賣幾元素 而呢 她有一次經過一個地方 就看到有一個商客的單位 她覺得很划算 但其實明明不夠錢 她說 但是呢 她就說 不理了 買了 這樣 跟著她跟那個 公司說 想買 跟著她說 但我還差一點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森林主要的威力是怎樣 那個公司 給10萬元出來 公司 貼10萬元出來給她 都還沒完 你以為這個位子已經夠飽了 我已經呆了 我們聽到這裡 她的公司再回回 OK 我不再講細節 我懶得不知道 那些陷阱法 總之她的公司再回了 十幾 OK 我整天說 神經病 跟著她那個地方 租了給一個 每個月很準時交租的 公營機構 收緊租 還沒完 跟著她那天過來找我 她聽我說 她帶了一條綠碑西 OK 因為太陽輪主導是衝後輪的 那深輪主導衝什麼輪呢 衝回自己的深輪 所以深輪主導的人 很多 你看看 阿太的那些 其實是不開心的 是很不滿足的 我身邊有幾個深輪主導的女人 都是不開心的 而也有個傾向是洗人不洗本的 除了我這個朋友 OK 她帶了一條綠碑西 之後呢 好笑了 我那天見到她 我就說拿來看看 我就問 我幫你查一下 現在你的綠碑西的能量水平有多少好嗎 她說好好好 你幫我查一下 因為我們一定要問Permission 就是問對方同意才可以做這件事 要不然就變成無術了 然後呢 我就查了 45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她 你對上一次餵她吃飯是甚麼時候 不太久而已 上個禮拜而已 我說好 你從今天開始到下個禮拜都沒有吃東西 哎呀你不要這樣啦 就是這樣 然後 那怎樣 我餵她吃甚麼 然後呢 我就說 玫瑰的樹枝 甚麼是樹枝呢 樹枝就是一棵植物一棵樹 OK 她受到攻擊 譬如有東西割到她了 她受傷的時候 她就會分泌樹枝去埋口 OK 其實是那個植物的血液來的 就像我們人呢 她的結植 她的結植 她的結植就變了那個樹枝 明白嗎 所以其實你戴的虎柏和蜜蜜其實是樹枝來的 但是她在她未變得那麼老 變了樹枝和蜜蜜之前 就已經割了它出來 然後就拿來 去幫我們個人 我們的空間 和我們的水晶 充電 OK 譬如她那條是綠碧西 就是用玫瑰去充電 因為玫瑰是森林的植物 所以我們那個森林的油是很香的 是玫瑰來的 還有其他東西 其實不知道是玫瑰 OK 你知不知我那天見完她 幫她的能量水平只有45 的綠碧西 充滿了100 順帶一提 所有在我這裡買的水晶 我會確認 我幫你檢查她的能量水平多少 當著你面檢查 OK 然後充滿了100 我才會放出街給你 OK 帶到回家之後 就麻煩你幫我 為了她肥肥白白 不要餓她 好像我的朋友一樣 那一晚 充滿了100 我們就去唱K 唱完K 之後她上的士 我目送她上的士 充滿了車牌 然後上的士 她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剛才的士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我什麼事 她看你 她是不是什麼什麼 她說不是 我收到錢了 我剛才的士是不用錢 救命 森林主導就是這樣 森林主導的顯化力量非常之強 所以姐姐我 重本入了一條綠碧犀 綠碧犀 你可以買一顆 或者一串 小一點便宜一點 但是 綠碧犀 這件事 就是無底心談理 各位 看見到這些 碎濕濕的 看見到 碎濕濕 這些都是綠碧犀 這些都是綠碧犀 那粉紅色也是森林的顏色 看見到 看見到 接著 這一條 就集成這樣 其實集來集去都是粉紅色和綠色 我平時家裡就戴這些 接著這一條 就是粉紅綠加少少青色 那青色其實是什麼呢 你如何理解青色呢 其實就是 心輪和太陽輪的連接的顏色 所以 可能有些人熟悉的話 會聽到 Higher Heart Chakra 其實它就是 貫穿兩個墨輪 作為一個橋樑 是不是 Sharon漂亮了是不是 你看見皮膚真的有分別 身紅了幾天 其實我 我塗了遮瑕膏 還有胭脂 我沒有塗粉 我畫了眉 因為我本身有眉毛 但我淺色的眉毛 我自己也覺得有分別 我塗了遮瑕膏 因為我眼圈 好眼睡 然後畫了眉 塗了胭脂 但沒有塗粉 我真的覺得有分別 OK 我床頭的石 大家看見嗎 OK 看見嗎 OK 我床頭有很多石 我知道 我講一下水晶 就回去講生童 但我是這樣 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都知道 東西是跳來跳去的 是嗎 正 OK 這些是玄石來的 那玄石的力量當然很強 OK 好嗎 那就是有個左 鑽住你的 那你們不要以為 玄石 我平時 很多人都以為是這樣的 就這樣把水晶鏈 放在玄石上 就可以插點 你要記住 即使是玄石也好 它的能量都會耗盡 因為 為什麼呢 它都是遠離了 它的 本身的根源 它的根源是大地 它已經離開了大地 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所有東西都要插點 而我想提供了一件事 就是 唉呀呀呀 唉呀呀 所有人在我這裡買過 我自己 自家品牌 Anna Meyer 的麥麟水樽 客人的同學仔 你們都可以 約時間 拿回麥麟水樽上來 我幫你逐個 逐個查看 它的能量水平 是多少 然後幫你打爆 去100 然後你再拿回去用 OK 好嗎 再提到最後一件事 其實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正在做生酮種 因為 下個星期 是端午節 有些生酮種 好吃嗎 好吃的 但始終不是糯米 所以也會有些分別 老實說 OK 所以 大家當作 應一下節 好不好 我現在是用蒟若米 日本訂回來的蒟若米 再加少許食物 包住裡面有 口花菇 鹹蛋黃 蠟肉 蝦米 還有瑤柱 OK 未吃過蛋撻的人 你真的很快點訂 因為蛋撻真的很好吃 到不得了 但你去 第一 你一定要下訂 不要想著你這樣殺上來會有現貨 對 是難過中六合彩的機會 因為 通常 不是我吃了 就是Tony吃了 而且客人就買完了 對嗎 沒錯 對 所以 最好訂 還有我們整理都要時間 訂定 你說我生日幾來拿 那樣就整理給你 OK 而且我告訴你 你咬下去 你會看到裡面 它還在蠟�螂 那樣的 很好吃 蛋撻真的跟真的沒有分別 對 總是有些分別 但算了 大家認節 好嗎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聲音治療 你們 今個月 我們都是做200元一個人 OK 我想說什麼 黃竹坑做350元 我做200元 我在銅鑼灣 而我只做到4個位 聲音治療 是清理你的能量腸 最有效的方法 清理能量腸 清理麥倫 再加強 我有三天都會做的 星期三晚7點 是最放鬆的 一個是水晶種撥 那些聲音 是最能夠令到你睡眠了 然後星期六 三點 那個是西藏種撥 是古董 那些全部都是 真的有七金屬 那個也是 非常之soothing 非常之對應麥倫 而星期日 剛才所說 是對應太陽倫 如果你發覺 你可能有個朋友 或是你姐姐 或是你男朋友 什麼都好 你發覺那個人 很多人很傻 很傻 很傻 很滴不起心肝 說了很久都做不到 那些事情 你明白嗎 如果沒有了那股動力的話 你就可以騙他 你陪我去 睡一小時 其實是為了他 那星期日那個是很澎湃 因為銅鑼 是太陽倫的銅鑼 再加Kairon 是療癒者 中的王者 和生命之花 三個銅鑼 去做 那些聲音是彭彭聲 但是是最接近宇宙的聲音 OK 即是宇宙的 噢噢噢噢噢噢噢 那些聲音 是那些聲音 OK 講到這裡 那我下個星期 又會公佈一下 我瘦了多少 OK 有機會 可以提前拍攝的照片 就提前拍攝的照片 那些太少報的照片 我就不會贏你們了 那我呢 可能比基尼也能贏一下 但是呢 太性感的那些 就留在自己欣賞 拜拜